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大部分情况下,杨子都保持着一年上一部作品的更新频率,而且他主演的作品大都在暑期档上线。 这一点从香蜜到亲爱的热爱的再到沉香如蟹的上线时间就能看出,今年杨子最让人期待的带播剧就是《长相孙》。 之前网传这部作品已经送审,不出意外应该会在史奇档和大家见面,毕竟《长相孙》这部作品从开拍就人气不低,杨子更是原著作者兼编剧《童华》清典的女主,配局阵容也是演技派与实力派并存。 自从《长相孙》以来,杨子的体态就维持在了一个又瘦又薄的状态,在现代剧《一九九爱》中的都市造型给人感觉格外优雅, 红坛造型也在可爱和优雅之间无份切换,完美演绎了身为《九十花》顶流的底气。 不知不觉,《距离长相孙》这部作品正式开机已经过去一年,虽然作品目前还没有官宣拿到发行许可证的消息, 但从巨方在社交平台上的动态来看,送舍流程应该走得非常顺利。 巨方还在社交平台上顺势官宣了剧中别色在社交平台上开通账号的好消息, 并附上了一大波角色美仗,简直不要太养眼。 这波新造型照中最抢眼的还是养子饰眼的女主。 不仅有王级小妖身穿紫色古装的气质美人, 额间一点花店更让人喷然心动。 还有穿着小道士男装的衣着文小六, 笑容灿烂玄乎济世。 远出了两个马甲身份和性格上的反差, 已经让人开始期待剧中小妖的绝美哭泣来。 长相思中有次为男性角色都和养子饰演的小妖有情感纠葛。 童话笔下的角色将雄镜玩到了极致, 但完全没有玛丽苏大女主的关环。 就像刘诗诗在《步步惊心》中饰演的女主若曦就是一个悲情角色, 小妖的幸运之处在于哪怕前半身鞭配琉璃。 最后也和涂山琴隐居室外,共度余生。 张婉依饰演的枪玄是剧版长相思的男主, 她和小妖之间更多的是相互依赖的亲情。 注定要成为轩辕王的, 枪玄注定不能为一个人停下脚步。 她在剧中的CP是戴露娃饰演的阿念。 虽然两人不算一见钟情, 但也在日后漫长的相处中情愫渐渐深。 戴露娃的角色剧照是俏丽粉衣风格。 和张婉依的霸气黑金扮相还是蛮有反差感的。 邓维在长江四中饰演的男儿涂山琴一角给人感觉温润如玉, 称得上是翩翩公子, 杰氏佳人。 但在涂山琴上线之前, 估计邓维参演的另一部作品《长月静明》要先一部和大家见面, 不知道她能不能凭借这两个角色小小出圈呢? 谭剑刺在长江四中饰演的九头腰香柳虽然是男三, 但她的人设和造型都是男主的标配。 对立的身份和清冷的白衣造型乍看之下辨识极高, 就连眉眼也带着些许清冷, 只是这样如用折仙的角色也避免不了灿烂甚大的消亡。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强惨男神, 王红玉在《长江四》中饰演赤水分棱一角, 她的人气虽然没有前三位高, 但却是差一点和小妖就能拜天地的悲情人物。 新剧照中王红玉的状态也不错, 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她在剧中的表现。 长江四开通角色后, 杨子新剧照很养眼, 谭剑刺影发令人惊艳。 你期待这部作品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